情人节,丁俊送了我一束红玫瑰 他的新助理生日,他却送了一条十几万的大牌钻石项链 那条项链我暗示了很久 我发现后,他说 别闹,你什么都有 而他自小家境贫寒,只是想要一条大牌项链而已 既然这样,这种老公我也不要了 我无意间在老公的购物车里发现一条钻石项链 再一想到过两天就是我们认识七周年纪念日 我内心狂喜 这条项链我之前和丁俊提过 可是七周年这天,一整天风平浪静 一直到睡觉前,丁俊没有表现出任何一样 直到他洗完澡出来 不得不说岁月还是挺优待丁俊的 尽瘦的腰身,围在浴巾里隐约若现的腹肌 一滴水从头发滴落,顺着胸肌滑落 我老公真帅 我暗示道,哎,今天是1月31啊 丁俊边擦头发边笑着说 嗯,这个月又快过去了 我忍不住了,你还记得吗 七年前的这天,我们认识了 丁俊走过来深情的桃花也凝视着我 月黑风高,气氛正好 我以为接下来 谁知他只是摸摸我的头 对哦,时间好快,都七年了 时间不早了,明天还要上班呢 快点睡吧 一句话就在我心里浇了一盆冷水 哼,我再给他一次机会 过几天是情人节呢 可是过了几天,我却发现 他的新同事脖子上赫然戴着那条项链 璀璨的光芒一闪一闪,亮瞎了我的眼 那天我出去办事,快中午吃饭时间了 想着丁俊公司就在附近 就去丁俊公司找他 去洗手间时在门口撞到一个女孩 不好意思 我低头帮他捡文件 抬头的时候却愣住了 这个女孩面生得很 估计是新来的 我有挺长一段时间没来丁俊公司了 但是他脖子上戴的项链 就是我在丁俊购物车看到的那一条 不会这要巧吧 怎么这么笨手笨脚的 丁俊立在办公室门口 皱着没对女孩说道 对不起,丁总 女孩有些慌张 丁俊大步走过来 扶起我 握着我的手关切得问道 有没有撞到 不是,是我撞到他了 去办公室我看看 没事了 我们去吃饭 丁俊不由分说 拉起我走向办公室 半分眼神都没分给那个女孩 是我想太多了吗 人家都说 丁俊是三好老公 长得好 赚得好 对我好 我身边的人打去我 上辈子一定是拯救了银河系 公司的老员工和我八卦肖青 就是新来的那个女孩 肖青是丁俊新来的助理 原来的助理小夜休产假了 听说今年还是大四 现在是实习期 才入职两个多月 这个肖青背景不简单 你别看他平时思思文文不险山不露水的 老板娘你看到 他脖子上戴的那条项链没有 十几万呢 不过应该是他男朋友很有钱 有一次 我看到他开着一辆拉风的跑车 送他来上班的 肖青已经有男朋友了 罗文文的话让我心里安心了不少 也是 奢牌的经典款就那么几条 赚款了也不一定 我安慰自己 再等等 过几天就是情人节 也许丁俊是想在那一天送我呢 毕竟我暗示了不少次 情人节这天 丁俊带我去吃饭 还送了我一盆99朵超大树的玫瑰 隔壁的人都好羡慕哦 就 挺惊喜和意外 但我还是有点失落 丁俊给过我一张副卡 他常说的就是 喜欢什么自己去买 我安慰自己 丁俊是直男吗 吃饭的时候 丁俊的手机时不时响起 他看了一眼 手机脸色变得凝重 嘻嘻 公司有点事 等会我去处理下 于是情人节的浪漫晚餐 就这样匆匆结束 丁俊把我送回家 我刚下车 还没等我开口说路上小心 车子就绝尘而去 这天他很晚才回来 久到我一个人在床上辗转反侧 迷迷糊糊睡去 刚下班 丁俊就等在门口 他平时工作很忙 这是特意是来接我的 昨天是我不好 我今天再陪你过一次 去吃你喜欢的日料 吃完饭后 我陪你去逛街 喜欢什么包 我给你买 丁俊宠溺地说道 像每一次惹我生气了 哄我一样 我抬眼看丁俊 他的眼神依然真挚诚恳 和往常并没有什么不同 直到坐进车里 我闻到一阵若有若无的香水味 淡得几乎闻不出来 但我对香味特别敏感 这个味道 我那天在肖青森上闻到过 勉强压下去的怀疑 又冒出头 我不该怀疑他的 我们这么多年的感情 我们携手一起走过的点点滴滴 可是我睡不着 最终趁着丁俊睡着 我拿着他的手机进了洗手间 我知道偷看他手机不对 可是这事就像一根刺 噎在我心头 时不时扎一下 我很紧张 一切马上就要分晓了 我手抖着打开他的手机 丁俊的购物车里 那条项链不见了 我心里一紧 又打开他的订单 并没有那条项链的购买记录 我输了一口气 我搜索一下 丁俊并没有什么隐藏的微信小号什么的 甚至肖青的微信 坦坦荡荡地在他的微信页面里 两人的聊天也很平常 就是普通的同事关系 直到我打开肖青的朋友圈 情人节那天肖青发了朋友圈 图片是一张模糊的背影 默默地陪伴也是一种幸福 在之前就是 肖青带着那条项链的自拍 照片上的他笑颜如花 配文只有简单一句 谢谢你 让我知道自己值得更好 后面配着爱心表情包 一切都这么凑巧 我拿出我的手机 那天加了肖青的微信 打开朋友圈 却一片空白 想起什么 我又打开了丁俊的支付宝 看到那条支付记录 我浑身的血液凝固 丁俊是我的初恋 是我大学老师的儿子 我上大学时的 教高数的林教授人很好 经常让我和几个同学 去他家吃饭 有一次 我们去他家 林教授和几个同学 在厨房忙碌 他突然叫我去他房间 帮他拿下东西 当我打开房间时 吓了一跳 他的床上躺着一个男的 后来我才知道 那是他儿子丁俊 临时在林教授房间休息 他在香港读完研究生 又在那工作了一年 今年刚回深城 准备在这边发展 丁俊后来和我开玩笑 你看我妈对你们这些学生 比对我这个儿子好多了 我不在家 他就把我的房间改成书房 给你们学习用 我听了还挺愧疚 直到后来 林教授说 你都几年不在家 房间空着也是浪费 再说了 你不是已经在外面租了房子 我还留着你的房间干嘛 那阵子 我参加一个数学竞赛 往林教授家 去得更勤了 常常能看到丁俊 每次吃完饭林教授 都让他送我回去 次数多了我就有点不好意思 师兄 太麻烦你了 我自己回去就可以了 从教职工楼到学生宿舍 其实没多远 再说都在学校内 挺安全的 笨蛋 难道你看不出来我在追你吗 我目瞪口呆 其实我隐约觉得 丁俊对我和对别的同学 好像有些不同 好像他对我的关注会多一些 有时候碰到难题 他也会参与讨论进来 给我一些解题思路 吃饭的时候 好像他知道 我喜欢吃什么似的 每次我爱吃的菜 都放在我面前 这都只是我自己的猜测 可是时间久了 好像又没有什么特别不同 我毕竟没有谈过恋爱 很突快就把这些抛在脑后 那么蒋熙熙同学 我正式宣布一下 我有这个荣幸 可以当你女朋友吗 我们就这样 在一起了 我和丁俊在一起后 惊喜地发现 我们有很多共同话题 每天有说不完的话 我是家里独女 家里做点生意 家庭和谐 父母都很宠我 丁俊的爸爸早年意外丧事 但林教授开明慈祥 把丁俊教育得很好 我们俩也算是门当户对 又志趣相投 在一起几乎没有什么波折 从恋爱自然而然到婚姻 都很顺风顺水 我们两家谈亲事的时候 两家父母都开明 一顿饭的功夫就都谈好了 什么都好说 丁俊比我大四岁 又一直宠我 我一直有点视宠而骄 吃饭的时候 他一直给我包螃蟹 我那埋头只顾着吃 我妈打去 这丫头永远长不大事的 你看你都给他宠得没边了 林教授笑道 兮兮是我最得意的学生 性格又乖巧懂事 感谢大哥大姐 把他教得得这么好 丁俊你要是敢对他不好 我第一个不饶你 丁俊拉着我的手 认真深情地说 叔叔 阿姨 你们放心 我永远都不会让他受委屈的 丁俊郑重地说 会一辈子爱护我的话 似乎就在昨天 情人节离开 昂贵的礼物 车上的香水 从概率学上来说 丁俊可能变心了 我心里很苦涩 眼睛酸酸地想哭 但是 我是眼里容不下沙子的人 如果他真变了心 喜欢上别人 变了质的感情 我宁可不要了 我想找丁俊 开诚不公地谈一谈 我去他公司找他那天 外面办公室很安静 正是午休吃饭时间 我静止走向丁俊办公室 办公室的门扮演着 虽然早有心理准备 眼前的一幕 还是让我愤怒难堪 桌面摊着几个便当盒 丁俊和肖青 应该是在吃饭 两人坐得很近 几乎是挨在一起 肖青拿着勺子 为了丁俊一口 丁俊很自然地张开口 两人相视一笑 气氛以你而暧昧 我打扰你们了吗 我出声道 两人抬头 我看到丁俊眼里的惊恐和慌张 丁俊很快恢复了镇定自若 笑道 你怎么来了 有没有吃饭 要不要一起吃 我不来 怎么能看到这么精彩的一幕 也许是我的语气 嘲讽得过于明显 丁俊皱起眉头 他转身 对站在身后的肖青 温柔地说了一句 你先出去吧 还有什么好说的 我愤怒地推开丁俊 来拉我的手 不是那样的 嘻嘻 你听我解释 我忙着顾不上吃饭 肖青是我助理 我在看报告 所以吃了他喂我的东西 他斟酌了一下 我知道这样不对 没有分寸感 我以后会注意的 要不我把他调离身边 另外换一个助理 还想把我当傻瓜吗 我冷冷盯着丁俊 情人节那天 你那么迫不及待 是赶着去见他吧 丁俊辅了辅额 那天真的是工作上的事 忙完了很晚了 他一个小姑娘 我觉得自己回家不安全 就顺便送了他一下 他发的那些 可见的暧昧朋友圈 你买的那条项链 为什么会在他身上 不要告诉我 你们只是纯洁的同事关系 我翻出他的支付宝洁图杂像他 丁俊促眉 你看我手机了 然后无奈地叹口气 他刚来不久 就帮忙促成了一个大单 那条项链 是我给他的奖励 无意间我看到 他看到这条项链 好像很喜欢 我一时脱口而出说 要奖励给他 我更加愤怒了 我也喜欢这条项链 所以说 在你心里 他比我更重要 丁俊 别闹了嘻嘻 你什么都有 而他自小家境贫寒 只是想要一条大牌项链而已 只是刚好这条项链只剩一条了 你想要 我再去给你找好了吧 我要离婚 离婚 马上就去 我气得颤抖 声音哽咽 除了你刚看到的 我们真的没什么 我没有出轨 没有做对不起你的事 萧卿家境不好 出生在很偏僻的山里 他是唯一一个走出大山的大学生 他身上那种蓬勃向上的生命力 我有些欣赏 我透不过气来 丁俊曾经说过 喜欢我的聪明独立上进 大大咧咧又有点可爱 如今他又把这些词 用在其他女孩身上 但我们真的没什么 总之 这件事终归是我的错 我向你道歉 嘻嘻 对不起 我不知道 丁俊是怎么有脸说出 这么厚颜无耻的话 我被气笑了 丁俊 刚在我进来时 你下意识地挡在他面前 以一个保卫者的姿势 他从这里走出去 你一直担忧地看着他 直到他经过我身边时 你才紧张地看向我 你是怕我伤害他吗 我们在一起这么多年 丁俊 你喜欢一个人是什么样子 我太知道了 所以精神出轨 不算出轨 所以要非等到我抓奸在床才算 所以就非得等到我的尊严 被你们摩擦在地 丁俊 你究竟要置我于何地 丁俊终于慌了兔 过来抱紧泪流满面的我 不是的 不是的 或者我只是有点怜惜他 但我知道我爱的是你 我把他开了 只有我们两个人好不好 我挣扎开丁俊的怀抱 并甩了他一个巴掌 丁俊 你TM的混蛋 那一天 我不知道我是怎么回家的 像行尸走肉一样到家 躺到床上 丁俊怕我出事 一直跟着我 我不吃不喝躺了一天 丁俊放在门边的饭菜 我一口没动 第二天我开门 丁俊嗖一声从沙发上起来 看得出来他也是一夜没睡 神情憔悴暗淡 嘴唇发白 我求你了 嘻嘻 吃点好吗 我给你煮了你喜欢的海力虾仁粥 你这样子比杀了我还难受 你打我骂我吧 要怎么样你才能出气 丁俊嗓音沙哑地说道 我来到餐桌边坐下 喝了一碗粥 在丁俊惊喜和讨好的目光中 抬起头 我什么都不想 只想离婚 什么时候去办 尽快吧 这段时间我先回家去住 丁俊眼里的光 一点一点地暗淡下去 但还是说 那你先回家去住几天 什么时候想回了 我去接你 我是认真的 丁俊开门的手停顿了一下 最后落荒而逃 我把要离婚这件事 通知了双方父母 我爸怒不可疑 要找丁俊算账 还是我妈拉着他 这婚 咱离 我婆婆叹气 气死我了 可是兮兮 你真的不愿意 再给他一次机会吗 我摇头 这婚 我一定要离 我回父母家住 丁俊哀求道歉 给我送花送礼 各种各样昂贵首饰包包 不要钱四地 往我这送 下雨天 他临着雨等我 我避而不见 他给我发消息打电话 我只回复了一条 除了离婚 其他免谈 拖下去也不是办法 我寄给他的每一封离婚协议书 都石沉大海 可是当我上门找他商量离婚 他又开始逼着我 他还一直找亲戚朋友同学 轮番来当说客 一直以来 大家都知道丁俊是宠妻狂魔 到最后都觉得差不多就得了 再过就是我不懂事了 直到后来连我妈都说 要不再给他一次机会 正当这么僵持的时候 我接到一个电话 罗文文小心翼翼问道 西西姐 好久没看到你来公司了 你和丁总 罗文文是丁俊公司的老员工 之前我研究生毕业时 在丁俊公司帮忙过一段时间 我们俩的名字都是碟字 再加上年轻女生共同的兴趣爱好 还挺聊得来 后来我还帮了他一点小忙 他犹豫了一下 有件事 我斟酌了一下 还是应该让你知道 丁俊通知人士把萧卿开了 萧卿去丁俊办公室找他 丁俊却避而不见 最后萧卿委屈地红着眼圈 失魂落魄地走了 办公室众人正在窃窃私语 为什么突然开除萧卿的时候 一个刚进来的客户说道 刚你们公司楼下发生了一起车祸 好像一辆车撞到一个女孩 那女孩也真是的 抱着个箱子 红绿灯都不会看 哎呀 那场面 我吓得不敢看 对了 我约了你们丁总 他在吗 丁俊听到后脸色发白 猛地推开客户 往楼下跑 罗文文在说什么 我听不清了 因为我看着手里平板无意识中刷到的视频 画面里 丁俊疯了一样跑到现场 扒拉开人群 丁总 你是在找我吗 丁俊转身看到不远处的萧卿 我没事 就是刚人挤了我一下 东西都掉了 萧卿捡起四下散落的东西 丁俊不耐烦说道 平时毛手毛脚就算了 走路不长眼睛吗 萧卿眼眶含泪 要落不落的一副倔强的样子 要你管我 你不是已经把我开除了吗 没有义务再来管我这个前员工了 说这话时 他亮呛了一下 似乎是刚才被人击倒摔伤了 摔到哪里了 我看看 丁俊紧张地上前 脚崴了 别动 我送你去医院看看 丁俊一个公主抱抱起萧卿 下面一连串的评论 哇 帅哥美女 这是偶像剧吗 老天爷 也赐给我这个一个帅气多金的霸总吧 好甜好甜 我又相信爱情了 回过神 我已经泪流满脸 我还在期待什么呢 缓缓呼呼 下楼的时候 我踩空了 我感觉下身一股暖流 肚子剧烈的疼 我摸着肚子 知道它的存在后 我犹豫过 要不要再给丁俊一个机会的 那么多年的感情 我又怎么会那么容易就割舍呢 七年了 这份感情已经深入骨血 如果要剥离 不亚于从身上割肉 我好害怕 意识模糊之际 我下意识拨了丁俊的号码 几十秒的等待 如此漫长 最终电话被挂断了 我在打 丁俊 接电话 我好害怕 我们的宝宝 还是挂断 一直到我昏迷 丁俊 我们没有以后了 我好像做了许多梦 梦里我变得偏执 歇斯底里 我和丁俊争吵 不知道是第几次了 我们互相用最恶毒的语言攻击对方 摔破一切可以摔的东西 丁俊 你要赶走出这个门 我就死给你看 哼 蒋熙 老这么说 有意思吗 你这是第几次了 丁俊冷冷看着我 头也不回地摔门而去 一瞬间 那个冷漠的眼里 充满厌恶的丁俊 又变成了年轻时的丁俊 他突然从背后 掏出一条手链 我在意大利 路过这家电视看到 觉得你一定会喜欢的 丁俊为了买这条手链 花光了身上所有的钱 别给我花钱了 我的兮兮值得世上最好的东西 我们吵架 过不了一天 总是丁俊来哄我 女孩子生气对身体不好 我怎么舍得 让你要睡觉了还生气 我说过 会让你永远幸福快乐的 让你不开心 都是我的错 然后画面一转 好像我们去看极光 我们会永远在一起的 我们对着极光许愿 曾以为我们会到永远 没想到我们的永远只有七年 等我爸妈赶到医院 医生说道 病人摔了一跤 有先照性流产迹象 我妈焦急地问 有没有什么办法 不管怎么 请保住这个孩子 医生叹了口气 我们尽量 先住院观察吧 谢谢医生 一定要保住这个孩子 不保 医生和我爸妈都愣住 我说不保 我不要这个孩子了 我一字一句说道 一滴泪 从我眼角滑落 丁俊赶到医院的时候 我已经做完流产手术 他一次次地想要进来 一次次地被我爸妈赶走 三天后 我精神好了一点 丁俊这几天天天守在门外 妈 让他进来吧 有些事情总要说清楚 兮兮 你怎么样了 有没有好一点 你好好养好身体 孩子我们以后还会再有的 丁俊的声音嘶哑颤抖着 伸出手 却不敢碰我 我们还有以后吗 我给你打电话的时候 你在哪里呢 丁俊脸色一瞬间变得煞白 不复以往的冷静自迟 一个星期前 当我知道肚子里他的存在 想过再给你一次机会的 毕竟这个世界诱惑这么多 你并没有犯什么实质性的错误 可是他没了 我们再也不需要有什么关系了 兮兮 我真的不知道 我不是故意的 我知道说什么都没有用 对不起 丁俊举起手 狠狠甩了自己一巴掌 一个大男人哭得很难看 我宁愿受伤的人是我 好啊 那你去死啊 丁俊不敢置信地抬头看我 痛吗 你觉得这些痛 和我心里的痛比起来算什么 丁俊看着我 看到我眼里的决绝 和心如死灰 最后红着眼 哀哀地问道 你是真的要离婚吗 好 我答应 我知道是我的错 我答应你离婚 只是希望你能变得开心点 但是 我是不会放弃的 丁俊走了 我终于放声大哭 我妈抱着我安慰 不要怕不要怕 一切都会过去的 罗文文来看我 末了之后叹气 没想到丁总也是这样的人 我再也不相信爱情了 罗文文之前谈过一个男友 结果那个男人劈腿 又骗了他的钱 最后 是我找了关系 教训了一顿渣男 他才把罗文文的钱吐出来 护士让我去检查 罗文文自告奋勇地陪我去 哎 那不是那谁的男朋友吗 罗文文走上前去 我正纳闷 他是看到哪个熟人 那谁 我说你就不能管好 自己的女朋友吗 罗文文拍了一下一个男人 男人转过身 这男人我见过 之前我去酒吧喝酒 我太难受了 这世界上有什么东西 能让人忘记痛苦呢 差点被人下了药 一个穿皮衣的帅哥救了我 赶走了趁机 在我酒里下药的小黄毛 不在自己视线范围内的酒水 不要喝 第一次来 要不要一起喝一杯 我喝多了 酒有些迟钝 愣愣的 但直觉还是让我摇摇头 皮衣哥笑了笑 没事早点回家 这里不适合你 后来出了酒吧 我在门口又碰上他 他说送我回家 我不管不顾地坐上了他的车 酒壮人胆 还是出于报复心理 管他呢 最后我安全回到了家 酒醒后 我有点后怕 还好没出什么事 为什么要用别人的错误 来惩罚自己 喝多了我头疼得要死 他竟然就是肖青的男朋友 喂 你能不能管管你女朋友 不要吃着碗里的 垫着锅里的 最过分的惦记 人家有父之父 我说你也真是的 看着也挺有魅力 怎么连自己女朋友都看不住 我正出神 罗文文差点就和人家吵起来了 你说谁是我女朋友 你这女人莫名其妙 我单身 还有我不叫魏 我叫孙奕辰 罗文文插着腰 怎么肖青不是你女朋友吗 敢做不敢认 之前不是你还送她来上班 肖青 孙奕辰想了想 是有这么一个人 是我爷爷乡下老家 而是朋友的孙女 那次孙爷爷带她来我们家做客 老爷子让我送一送她 最后 孙奕辰郑重地声明 我和肖青没什么关系 她不是我的菜 靠 这个肖青这么虚荣 难怪当时我们追问 她支支吾吾 感情是骗人 出院之后 我和丁俊去 办理了离婚协议 我们在财产方面 没有什么争议 丁俊有愧于我 把大部分财产分给了我 包括他名下15%的公司股份 转眼 我就把这些股份卖给了丁俊的竞争对手 没想到肖青竟然来找我 丁总对你那么好 你怎么可以这样 被刺他一刀 丁俊分给我那些股份 打的是什么主意 我不会不知道 不过没必要和钱过不去 我气笑了 这是我和他之间的事情 你有什么资格插手 你不知道丁总为了这事 最近忙得焦头烂额的 肖青一脸的义正言辞 如果是我和丁总之间 给你造成了什么误会 我可以解释 我不知道肖青这么做 是出于什么心理 是想要给丁俊留个好印象 还是以后 即使和丁俊在一起后 也可以心安理得地说 和我没关系 我不是第三者 我还帮他们复合过来着 我们是他们分手以后才在一起的 之三当三 还想立什么 清清白白倔强小白花人设 你说我误会 我误会什么了 有哪一个女员工 会在情人节晚上 给老板打电话说 自己一个人在公司加班很害怕 哪个女员工会给老板喂饭 同样受过高等教育 为什么他们知道 和异性之间交往的分寸感 而你没有呢 肖小姐 不要既想要又想力 本来我觉得 我和丁俊之间出了问题 主要原因是她 是她三心二意 建议四千 现在才知道 你俩倒是什么锅配什么盖 挺配的 真的 我衷心祝福你们 好了 钱给我 人给你 不过人该有自知之明 想要什么 你可以去努力去奋斗 而不是想着不劳而获 你觉得 丁俊真的会爱上你吗 还有 让丁俊不要再来找我 真的很烦 我站起来 准备要走 听出了我话里的讽刺 肖青不装了 你太恶毒了 你的孩子 没了 都是报应 那天你打电话来时 她正送我去医院 我看见她脸上的犹豫 正准备接电话 我哀哑一声说我好疼 你看我说我疼 她就按掉你的电话了 所以你说 我们俩谁在她心里 分量更重 这段时间 我觉得我挺好的 及时止损 大步向前走 可是刻意掩饰的伤疤被揭开 伤口还是很疼很疼 我回身狠狠给了她一巴掌 不是说我恶毒吗 所以 识相点 别让我不痛快 肖青委屈地捂着脸 我不是 我没有 切换自如的变脸技术 原来是丁俊来了 丁俊着急地大步朝这边走来 肖青捂着脸 渲然若气 丁总 我只是想找蒋姐说解释清楚 我们之间明明清清白白 可是 丁俊和她擦身而过 走到我面前紧张地说道 嘻嘻 我们谈谈 我知道肖青把丁俊叫来了 无非就是想用我的恶毒 衬托她的无辜善良 好了 你的目的达到了 丁俊 看好你的人 只要她不来招惹我 我不会找她麻烦 我走了 你们可以互诉衷偿 请随意 我不是那个意思 我不知道她会来找你 丁俊苦笑 嘻嘻 姐气了吗 如果不够 我把公司赔给你 丁总 那是你这么多年的心血啊 肖青着急地说道 丁俊转身对肖青说道 肖小姐 我替嘻嘻和你说声对不起 不过 这是我和嘻嘻的家世不过 不管是过去还是将来 我爱的人只有嘻嘻 我是万万没想到 某些人这么快就被打脸 丁俊 可是明明是你允许我靠近 你是喜欢我的 不喜欢 我你为什么要送我那么贵的项链 不喜欢我情人节 为什么带我上山兜风 不喜欢我 为什么我受伤了 你会那么着急 肖青一副受伤的表情 过去 如果是我的什么作为 造成你的误会 我向你说声对不起 丁俊面有不忍 扑痴 有人笑出声 不好意思 我刚和人在这里谈点事情 孙逸晨走过来说道 肖青啊 你昨天不是给我发信息 说家里蓬蓬头坏了 让我去看看 不好意思啊 我昨天没看到 今天修好了吗 要不我去给你看看 看到孙逸晨 肖青有点难堪 脸怎么这么红 我看你昨天发给我的照片 穿那么少 还淋湿了 是不是感冒啊 孙逸晨一副关切的表情 肖青脸色一阵红一阵白 丁俊惊愕 看 这就是他眼里单纯善良 坚强独立的小女孩 晚上一个朋友给我打电话 嫂子 俊哥喝多了 一直让让着要找你 我们怎么劝都不听 你来看看他吧 不要叫我嫂子了 我和丁俊已经离婚了 以后他的事和我没有关系 希姐 俊哥过去对你怎么样 我们一直看在眼忧里 这么多年 他对你掏心掏肺 你想要天上的星星 他也给你摘 他在外面拼死拼活 不是都是为了你 现在这么一点事 是 我知道是他对不起你 可是他都这样了 你怎么就那么狠心 我知道 在他朋友眼里 一直都是丁俊对我付出更多 丁俊在外面辛辛苦苦 我每天轻轻松松衣食无忧 可是他们忘了 丁俊创业初期 他公司的数据系统 是我带着团队 每日每夜做出来的 后期的维护改进 也都是我一直在跟进 我热爱数学 曾经想要在这个领域探索深造 可是结婚后 找了个清闲的工作 我希望他每天回家 家里都有一碗热汤 每个深优业 家里都有一盏灯光等他回家 任何吐一段稳定的关系 都不仅只是单方面的付出 林教授生病住院了 我去医院探望他 丁俊也在 一段时间没见 他便瘦了 整个人甚至有些颓废的气质 我在脑海里思考了一会 叫回了以前的称呼 教授 有没有好一点 老毛病了 谢谢你还能来看我 哎 都是丁俊不争气 林教授叹气 我和丁俊要离婚期间 林教授来劝和过 孩子流产后 林教授当即给了丁俊一巴掌 但不管怎么样 他永远都是丁俊的妈 我们的关系 不可避免地疏远 别说这些了 你永远都是我的老师 好好养好身体 气氛有些沉默 我和丁俊离婚 我们之间就变得有些尴尬 裴林教授聊了一阵子 我就出来了 丁俊靠在门口 我送送你 一路沉默 许多年前 我们也是这样子 他送我回宿舍 我们偶尔聊两句 但大多数的时候总是沉默 但那时的心情 总是欢欣雀跃 我低头在地上找我们的影子 一长一短 如影相随 我去拦出租车 我送你 丁俊 我严肃地说道 就到这里吧 这段时间 我整夜整夜地睡不着 一闭上眼 我们经历过的点点滴滴 就在我的脑海里浮现 知道我怎么了 我怎么就鬼迷心窍了 没有你的家冷冰冰的 只有你在我才能心安 我怎么就把你弄丢了呢 丁俊的声音还算克制 在两侧裤子上妈撒的手指 却泄露了他的不安 这段时间他过得不太好 有时夜深 我可以看到 楼下灰暗的灯光下 一个孤独的影子被拉长 有时候我接到陌生电话 丁俊大概是喝多了 喃喃着 老婆 我好难受 你来接我 我挂断 但难免影响我的睡眠 我从冰箱里拿出一瓶酒 喝了不少酒 我学会了分辨法国薄若来 和南意大利红酒的区别 我也不太好 我们的七年啊 回忆凌迟着我的心 丁俊给我造了一个名叫真爱的梦 又亲手把他戳破 我很好 他不配 但最又何妨 明天的太阳升起 又是新的一天 嘻嘻 我好后悔 我真的没有喜欢别人 丁俊 我打断他 不 你动摇了 你现在只是愧疚不安 结婚时我就告诉你 如果你爱上了别人 我会毫不犹豫地离开你 如果我们继续走下去 这件事永远都过不起 以后婚姻中 任何鸡皮算皮的事情 都会被放大 我会耿耿于怀他曾经的背叛 他也会厌烦我的咄咄逼人 这样的我们还能幸福吗 我们就到这里吧 别让我恨你 三个月后 我之前的申请下来了 我出国继续读博 在数学领域继续深造 一直是我的梦想 我带领团队功课的一个课题 被国内一家科技公司看中 毕业后 我加入了四海集团 我的老板叫谢渊 温文尔雅 待人疏冷而不失礼貌 他看起来 更像是个做研究的学者 而不是生意人 我和谢渊交际不多 偶尔的例会或报告 才会见到他一次 工作之余 同事偶尔会聊起八卦 谢总还单身啊 像这样的黄金单身汉 哪位美女能拿下呢 听说他之前有过一段婚姻 听说谢总离婚很多年了 这么多年了 他是不是还怀念前妻 这其中到底发生了什么 众人浮想连篇 谁又不是有故事的同学呢 有一天加班出来后 天色已晚 我站在门口正惆怅 一辆车停在我面前 车门打开 蒋小姐我送你 我正想婉拒 我去金桥刚好顺路而已 谢渊的话周到 却不让人感觉过分殷勤 我很难找到拒绝的理由 后来我和谢渊结婚了 我觉得我们俩 更像生意上的合作伙伴 我们有时会互相讲上 一段失败的婚姻 分析利弊 我们一起携手并进 两年后 我们的公司在美国上市 我们在那斯达克敲钟 婚后 我有了一个女儿 女儿四岁多时 我回深城探亲 这些年 我和罗文文还是不时联系 罗文文后来和孙奕晨在一起了 两人打打闹闹 道成了一对欢喜冤家 他告诉我说 丁俊公司要破产了 之前我的研发项目 很多公司联系过 想要和我合作 丁俊的科技公司 也是其中之一 最终我选择了四海 丁俊的公司和四海 算是竞争关系 和我合作不成 他转头花了数倍高价 买了另一项科研成果 又和风投公司 签了严苛对赌协议 想要抢先一步占领市场 那时候 我和谢渊刚结婚 我不知道 丁俊是还想证明什么 可是我对他的评价只有 意气用事 激进 疯狂 最终他输了 有一天 我带小乖出去玩 小乖突然不见了 我吓得六神无主时 哭着给谢渊打电话 这时 女儿回来了 我看到那边有卖气球 我就追出去了 妈妈 对不起 一个叔叔送我回来的 女儿指了指不远处 咦 叔叔不见了 那个兔叔叔对我可好了 还给我买冰淇淋 小乖 妈妈不是说过 不可以吃陌生人的东西吗 嗯 妈妈 可是那个叔叔长得好看 不像坏人 他还一直和我聊天 逗我玩 我问他 是不是也有女儿 叔叔笑了笑说 他如果还在 也和你一样可爱 妈妈 他说的是什么意思 我有点不懂 看我生气 小乖用肉肉的小手 抱着我撒娇 妈妈 妈妈 我记住以后 不和陌生人说话了 我向远处望去 似乎看到一个熟悉的背影 我摇摇头 时光太远 我记不太清了 正准备回家时 谢渊大步走过来 急急把我们搂进怀里 你不是出差去了吗 谢渊这次 是要去谈一个 十分重要的项目 这是我们下半年的 重点项目 你呀 爸爸听说你不见了 吓得半路赶回来了 我以后不敢了 妈妈我爱你 我也爱爸爸 妈妈也爱你 我也爱你们 谢渊含笑回望着我们 我紧紧抱着女儿 感到前所未有的幸福 我们是幸福的一家人 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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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